这一波全球股灾 除了反映美国经济衰退的疑虑 更重要的是 中东要开战了 短短七个小时 以色列发动了双斩首之后 你看到占主党已经开始报复 伊朗也说 最快今天发动千里奇袭 美军司令已经赶抵中东 你看这画面 连林肯号航母也赶到这个地方坐镇 被战 雨萱告诉我们 两边开战 尤其是以色列跟伊朗 已经是迟早的问题了吗 因为当今的台股呢 我们发生了史上最大的跌幅 这叫空袭警报的时候 事实上呢 以色列这边很有可能 也即将要想起所谓的空袭警报 理由很简单 我们从一个指标观察 你就会发现 这个指标是什么 事实上美国长期都有一个叫做 披萨指数 你说雨萱 吃披萨会有什么指数 这个我们讲的胆固醇过高吗 还三酸甘油脂吗 都不是 也就是呢 他们会去计算说 在美国披萨外送 它的一个销量 为什么 因为如果靠近五角大厦这个地方 外送业非常的发达 或者是说披萨外送的数量 非常多代表一件事情 完蛋了 因为出大大事 代表什么 五角大厦 披萨港的人 根本忙到没有时间出来 没有时间吃饭 所以都只能叫外送 叫披萨 所以他们说 你只要观察这个指数 从1990年代开始 就有这个现象 那代表 五角大厦的人 通通在加班 代表国际即将要发生大麻烦 是不是大麻烦要来了 看美国的动作 记得吗 四月份伊朗不是没有动过以色列 他一样空袭几百枚 就落在以色列的本土 当时美国也掌握到了 当时美国有没有这么大的动作 要你撤侨 进来航母 连将军都已经坐镇中东 都没有 这次通通都来了 事实上这一群有两个潜力 之前伊朗包括他们的核能专家 他们的核能教父 遭到击杀的时候 包括以及他们其中一个将军 遭到击杀的时候 他们也同样有竖起 所谓的血腥的红色旗帜 洋洋复仇 但我先各位讲 以前发生的案例是什么 以前是当他要复仇的时候呢 有跟美国预告说 我们血腥的复仇要来了 然后就打了那个五十几枚飞弹 打过去之后 然后通通当然被拦截下来嘛 美军基地人也撤光了嘛 然后说好 我们复仇完毕了 让你们血在血 这是过去的案件 那今年会不会这么客气 就不知道 因为以前那个很显而易见 就是大家唱金句 我唱一段你唱一段 唱完之后就没事情 但你想想看哦 如果再次发动空袭的话 第一个以色列的铁熊系统 能不能足以党的下来 再第二个 伊朗现在是不是有 真的十足这样的动能 可以跟以色列发动全方面战胜 因为各位你不要误会了 以色列在所谓的军事 在所谓的武力上 包括F35在内 这些都是伊朗望尘莫及的嘛 之前包括我们讲 黎巴尼真主党 甚至是呢 甚至这个武装组织 吴赛组织 被轰炸过一轮之后 连人从哪里打来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布林肯还是要发出警讯 说伊朗跟真主党最快可能在 一到两天之内会发动袭击 只不过袭击的规模 袭击的样态跟战争形态的大小 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知道 我刚刚在一直在讲的 就是说 这一次绝对不能等闲适之 因为过去 大家各自唱双簧嘛 问题是 这次美国开始撤侨了 对因为我们先 刚才是不是先讲到 五角大厦很紧张 如果说只是花拳袖腿 恐怕不会这么紧张 如果说只是花拳袖腿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中东的美军 特别是这个司令库里拉 你知道他做什么吗 把航空母舰航母战斗群 全部呢调到附近去 特别是这个林肯浩 你要知道各位 他们先前有论书是说 哎呀我跟你讲啦 中东哦 甚至我们讲的这个 我们讲中亚国家的航母 可以测一测了 现在唯一重要的战场在哪里 唯一重要战场在台海 唯一重要的敌人叫做中国 可是如果如今 这个唯一重要的敌人变成两个 他也调到中东去去坐镇 很显而易见可以预期的是 他也担忧恐怕 乙伊之间这两国的战争 恐怕会越打越烈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他们还做另外一个动作 各位你知道什么吗 以色列黎巴嫩 是不是现在最危险的两个区域 结果美国呼吁呢 你如果所在区域的公民 各位这就简称 泪侧桥 坏子你赶快跑出来 就是我们旅游警戒 给你用红色说 快走哦 不要再地铁里面 因为黎巴嫩首都呢 我们包括讲 他的这个机场 贝鲁特各位 看人流就知道了 大量的美国人跟排队人流 甚至是外国人 都想要逃出这个区块 你就知道代表战争 真的一触即发 人群在这里雍色 人龙越排越长 那也意味着心里的恐慌 越电越高 而你就看到了 以色列跟伊朗 一触激发的时候 这个国家洞见观瞻 为什么 他在上一次 伊朗攻击以色列本土的时候 扮演极关键的角色 这个国家就是约旦 当然因为约旦 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是组合派 各位还记不记得 先前其实呢 曾经也要发生过四方会谈 那时候包括埃及 约旦甚至美国 拜登那时候也跑到当地赛内 那最后面呢 那个会谈 为什么我们讲的 无疾而终 因为理由很简单嘛 当地的医院呢 遭到轰炸 那时候当然是为了要打哈马斯 结果呢 造成可能四五百个人的 这个不幸的上升 所以上升之后 他们就说 这会议不谈了 但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约旦一直以来 都算是比较友善的那一方 但如今你想想看 比较友善的那一方 为什么都如此着急 要派外交部长去访问伊朗 当然说 哎呀弟 别那么冲锋 兄弟 别那么冲锋 都好就好 对吧 他们都觉得这个战事 不单纯嘛 所以他希望说 看能不能去给他按捺 但现在的问题 其实我讲一个铜板 瞧不响 不只是伊朗 主要是以色列 他所居杀哈尼亚的方式 他是让人潜入到伊朗的境内 并且让人用所谓的短程飞弹 有人说是长丁飞弹 直接给他难看 然后到目前为止 伊朗都找不到人 所以对来讲 伊朗这个面子一定要讨回来 但以色列是不是会退让的人 不是 以色列就是人 你杀我一人 我要你十人陪葬 一个打十个 所以你看哦 这个概念到底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状况 如愿用言语言谈 就何谎下来 我们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就是 以色列很多人都说 他背后 让他当靠山的老大哥 就是美国 不过现在 你从这一则新闻看到 拜登居然对以色列总理 唠狠话 这个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 因为这些事情 已经不是只有 我们讲约旦有办法去处理 约旦其实在这一阵子 包括什么无人机 包括空袭 事实上常常在帮助美国跟以色列 但是挡不了 所以连拜登都挡不了的事情 约旦怎么挡不了 你知道拜登为什么吗 他对于纳坦雅虎 也就是以色列总理 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换言之纳坦雅虎 我想打就打 想杀就杀 所以你看拜登要讲什么话 他就是很害怕局势升温嘛 所以说希望他们能够促成 停火协议 就说你现在呢 大家刚好就好 你打了 他也还了 大家我们到此为止 所以你看拜登说 跟纳坦雅虎说什么 不要胡我 不要跟我开玩笑吗 因为他的意思说什么 你不要每次跟我讲一套 说要和谈 就私底下你又派人暗杀 又派人攻击 搞得现在一塌糊涂 美国自己都焦头烂耳了 还有时间管你吗 所以各位 你就知道 现在中东的战线 变成了全球 动荡全球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不变数之音 史上第一次 这场战役 吓死全世界了 我们看到了 伊朗直接攻打以色列本土 几乎让人以为 这会是全人类的 末日之夜 而今天最新的发展 拜登热线以色列总理之后 以色列承诺 暂时不报复伊朗 谁信啊 这个国家向来是 有仇必报 百倍奉还 果然背后可能有诈 专家直指挨打 正是以色列最想要的 目的是以色列 自导自演的一场 引蛇出动 请军入翁的大戏 为下一场大规模冲突 取得正当性 而终极目标 是全盘端走 伊朗境内的核武设施 危机还没解除 事实上大家看到 在以色列的天空上面 这个满天星光 你都以为说 天哪好漂亮 但是对于伊朗来讲 我告诉你 这是我报复行动的开始 你知道伊朗 在这一次的 发动攻击的过程当中 出动了最少超过200架以上 不管是飞弹或是无人机 直接对着 这个所谓以色列本土 来进行攻击 这也是首次 伊朗去进行 所谓的以色列本土 虽然当然以色列讲说 大部分 这个所谓的无人机或飞弹 都有被拦截到 但是也承认说 对于他们这个 所谓的这个国家来讲 产生了一些 所谓的这个损害 那现在问题来 伊朗做这么大动作的 这个攻击 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以色列的民众 大家到处跑 到处逃窄 那个尖叫声 真的听了 让我们看这电视 都会感到害怕 而且伊朗 其实在发动完这次攻击之后 直接警告美国说 你美国 你不要参与这个所谓的 这个我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如果你要参与的话 那后果你要自负 结果你就想说 伊朗话讲这么重 美国是被吓大的吗 我告诉你 事实上以色列官方 他们也都证实了 你在这张照片里面 他们就讲说 其实拜登跟以色列的总理 事实上就已经有进行通话 而且这张照片 还有一个美国是 他这个所谓的 以色列的总理 纳坦雅胡的桌上 其实摆满了文件 但重点是文件 通通都被马赛克了 为什么明明 他让你知道 我正在两国热线 援手在热线 那这个不就是记者会拍到 或者是你们共同通讯社 出来的画面 为什么你要把它马赛克呢 所以你当然可以解读说 难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文件 所以你不想被外界的人看到呢 还是你会觉得说 以色列你在故弄玄虚 为什么你知道 其实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拜登跟以色列 双方这个 纳坦雅胡进行通话之外 现在也讲出来说 国防部的这个部分 他们也有 有这个所谓防长的这个对话 但问题是很特别 媒体居然披露讲说 拜登在跟这个 所谓纳坦雅胡的对话过程当中 讲了两句话好像在展示美国的态度 因为他居然第一个跟以色列讲说 你们已经赢了 你要接受这个胜利 不对啊 这件事情 你是还打的 你怎么变胜利了 伊朗是被打的啊 以色列是被打的啊 以色列是被伊朗打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伊朗当时打的理由是说 是你以色列攻击我 在大马四格的这个所谓领事馆啊 那为什么拜登这时候会讲说 你们已经赢了 而且第二个 其实我觉得更直接 美国表态说 我们不会参与 也不会支持 任何针对伊朗的攻击行动啊 当然全世界都在怀疑 你这个有仇必报的国家 怎么可能嘴巴做出的承诺 我能信吗 不 他还是会复仇 而所有昨天前天挨打的大戏 都在以色列的剧本当中 我就是要你来打我啊 好 那这个其实要从国内的一个 总体经营学家吴嘉隆啊 他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曾经讲过一段话 他说呢 以色列啊 其实在当时的时候 有宣布什么国家总动员啊 然后进入战争状态 还进入到战时内壳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做这样子 做这个想法 因为那时候他们在打这个所谓哈马斯啊 那对很多人来讲 哈马斯就是一个恐怖组织嘛 可是呢 当时吴嘉隆认为说啊 你今天以色列把这个态势 拉到这么高的时候 感觉不是在跟哈马斯 这种所谓的暴力 或恐怖组织来对战 那根本是在 跟主权国家要正式开战的时候 你说要把内阁 全部都组织起来嘛 那所以呢 现在他就觉得说啊 怀疑讲说 这会不会整个都是一个 以色列编好的一个剧本呢 所以 早在跟哈马斯过场的时候 他已经在练兵了 才会有什么战时内阁 才会有什么战争状态的模拟 是因为外船啊 其实伊朗其实已经具有 具备核子作战的一个能力 而且他不只是这样 甚至美国在过去的时候 一直就要希望对美 对伊朗产生所谓的 这个所谓去核化的一个状态 意思就是什么 你具有核子作战能力 跟你准备把它做成核子弹 我跟你讲 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状态 那当时在传出来讲说 伊朗其实很有可能 已经具备要把它做成 这个所谓的核子弹 这个能力 所以美国的不断 透过许多制裁的方式 要求伊朗必须去核化 所以在当时 吴嘉隆他认为说 美国会主动介入 而且会积极介入 但是现在因为拜登 已经表态说 他们不会参与 也不会支持 但问题就来了 如果在半年之前 吴嘉隆有预判到 认为说以色列会发动 所谓对伊朗这样的攻击 那这两天的发生 这样的一个攻击 来攻击去的这个事件 是不是本来就在 他们的剧本当中呢 好 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 持续要关注的是 以巴紧张局势升高 伊朗警告 时间已经到了 四面围攻 以色列的计划 也在今天曝光 同一个时间 以色列防长 对着前线部队 来鼓励他们的士气 居然说出得很快 大家就会从内部 看到加萨 同一个时间 美国公务院 罕见发布了警告 提醒美国公民 要注意恐攻 要注意反美示威 这是代表 危机步步进逼了吗 而国外交部 也在今天中午 启动了撤侨 最新的以巴冲突 第一线 今天从哪里看 现在美国 已经正式定锚 原本还讲说 要四方会议 这代表什么 我们要往和谈去走 但现在不一样了 拜登呢 在他的监议书桌呢 演讲 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谈话说 我坚定支持 以色列 以及乌克兰 并且呢 他打了一个 非常大的大旗 叫做民主 批评说 哈马斯跟普丁 把他们归类在同一类 都是想要催腿 临近民主国家的凶手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从原本的和谈 现在已经要走到 集团的对抗 而是民主 以及反民主 俄罗斯 以及哈马斯 还有乌克兰 以及以色列 这两大集团的对抗 所以现在美国 已经选边站 清清楚楚的定锚 而且还被英国媒体爆料说 当初拜登私下 拜会以色列总统的时候 曾经亲口承诺说 我希望你们 我立提你们 进军加萨 这个进军什么意思 不是飞弹轰炸 是地面部队 要全面启动 而以色列 有没有这个打算 当然 算盘已经打好了 以色列现在公布一个 最新的画面是什么 就是他们在整军待发的画面 这个防长呢 在这个边境跟这个 你看就是各位 现在看到的画面 在精神喊话 训之说 各位 我们在未来不久的将来 就会再从内部 看到加萨的飞地 这个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 就是这些 所有熊狮百万熊狮 它的地面部队 将要彻底的进入 加萨地区 将哈马斯给扫除殆尽 好 我们现在整个局势 让我们越来越担心的是 以色列从官方 到他们的国防部 步步都在增添 修美奔 柴火 似乎双方一触即发 对 因为现在的问题 已经不再拘泌于 以色列以及哈马斯 这两个集团 包括其他 邻近的这种 伊斯兰的国家 都纷纷要参战 比如说就像伊朗 直接开向 以色列说 你的时间 是到了 什么意思 Tie is up 他大使馆竟然 回复一个贴图 这是有以色列 大使馆的贴图 各位你看到 这个是谁 这基督李维 他的贴图 是比出一个手势 各位就请 现在看到画面 来来来来 手这样往前 挑衅的动作 来来来 你来 什么意思 放马过来 竟然用这种 非常箭拔无伤的形式 集聚挑衅的方式 跟伊朗回呛 但与此同时 却有一些 有趣的插曲 你就是 战争怎么会有趣 因为现在以色列公布说 包括 华联大家知道的 Tilus Way 这国际巨星说 他的保镖 各位你看到 就是这一位 这位非常雄壮威武的保镖 你看 走在泰勒斯的前面 替他保护人身安全 说这个保镖 我们也要把他 征召回国 而且甚至还援引 泰勒斯的哥 说恐怕也找不到 这样子的人 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人 独一无二 非常的具有战斗力 好 余轩刚刚给我们看到了 当以色列开始告诉你 时间已到 要发起总攻了吗 这是非常大的警示 为什么 本来我们看到的局势 以色列跟哈马斯 订过去 现在不是 像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 很多国家 很多的武装组织 民兵团体 要跟以色列 围攻 打团战 对 宣传哥讲到一个重点 我都怀疑说 以色列是不是 一步一步的掉入哈马斯的陷阱 因为原本以为说 对象只有哈马斯一个 但现在变成叫做什么 四面楚歌也不回过 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就是叙利亚的 这个黎巴嫩真主党 大家知道黎巴嫩真主党 也有远程打击能力 而且号称有什么 十万雄师 很有可能 从北部地区攻击以色列 但南部也不平静 来了一个叫做 夜门的青年运动 而这个青年运动号称说 我有射程高达 一千两百公里的巡弋导弹 洲机飞弹 可以直接对准你以色列 在地中海的这个海军 甚至是对准你 在首都附近 甚至临定军的大城 通通在我炮火索急之内 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呢 这很有可能 从东侧来攻打以色列 所以变成说 如果他一旦进入到加上 这些团体都会采取 四面八方的围攻之势 而且诗出有名是 你先动手 我进行报复行动 两眼要串联 把以色列攻破 好 宇春哥们看到这个图 就非常的清楚 从北到南 叙利亚 珍珠党 伊拉克民兵组织 这三个箭头背后 都有一个 欧亚 这个欧亚就是伊朗 没有想到 南方 夜门 也绞进来了 对没有错 而且这个味道 已经秀出来 而且实际上 开始发生零星的 擦枪走火 这是谁所做出来的报告 美国伯克级的驱逐舰卡尼昊说 我们的近期才极弱了 三枚瞄准以色列的巡弋导弹 还有非常多架的无人机 所幸没有造成伤亡 但代表这个动作正悄悄的在进行 各位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舰队 而他在做这个预言 所谓的飞弹 包括拦截也好 或者说对于整个敌情监控 监视的一个状态 现在确实是包括这个 夜门反叛军 大家怀疑说 背后是不是有伊朗在指使 而且已经开始在小事身手了 但是以巴的冲突 还一路遗人烧到哪里 约旦河的西岸 现在约旦河西岸发生一起不幸的事件 我们带各位来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事件是怎么样 是由一名以色列人 而受害的竟然是这个巴勒斯坦的人 这个以色列的定居男子 默默的在这个画面当中 靠近了这个巴勒斯坦的人 而原本遭到这个巴勒斯坦的男子发现之后 还一度发生扭打 来各位就是现在这个画面 你看原本还发生扭打 但是这个以色列的男子 往后退一步之后 立刻朝巴勒斯坦 男子的腹部开了一枪 而他立刻倒地不起 开始捂着自己的腹部 而随后召到一名军装的男子 直接将这个以色列人直接带走 但你就知道 现在陆陆续续 临心的仇恨 到发生了冲突 以及在世界各地蔓延 但现在大家最担忧的是什么 是你的铁穹系统 以色列现在面对这种四面八方的危急 但是他的铁穹系统 号称可以拦截超过九成的飞弹 现在的拦截率 随着这种疲惫的轰炸 因为数以万计 不管品质优品质劣 甚至是这种手工土制改造 就是往以色列的天空飞过来 变成是说 未来预估拦截率可能会掉到 只剩下八成 但掉到八成 会产生什么样一个概念 掉到八成之后 就会造成地面上老百姓 甚至军人大范围的规模死亡 所以现在担忧了 是这个点 所以美国国务院 也因为我们刚才讨论到 世界各地确实陆陆续续 包括你讲到的 不只是在以巴地区 在欧洲地区 都美国地区 甚至北京 都发生这种零星的冲突 所以他们罕见的发布 全球警戒旅游警示 呼吁美国人出门在外 要安全 但对比一下 台湾外交部在做什么 原本这个李贵民国委员 还再三的質疑 我们吴昭介说 是不是要撤侨 是不是要撤侨 但是吴昭介 第一时间竟然出手 拍桌 大骂 说没这回事 反对你说 你人生攻击 然后开始对着 反直询 就是对着李贵民 一顿叫骂 结果今天剧情 急转直下 外交部宣布 即将要将 剩下的一百多名 在以色列的台湾人 以色列的侨胞 统统撤回 等于是 自己打自己的脸 好 我还要我们看到地表 两个火药库 中东那边 刚刚历经了 人类的这个 末日中战之夜 而现在呢 我们看同一个时间 台海一样 另外做火药库 我们居然 在抓逃兵啊 你怎么看 就这样刚好 抱歉观众朋友 看了真的会担心 为什么 因为 全世界的战火蔓延 已经从乌克兰 再能打到 以他再能下来 打到伊朗跟以色列了 观众朋友 伊朗跟以色列中间 还隔了两个国家 非常的远 但是呢 伊朗直接攻击了以色列 他绕过去 他打飞弹 他打无人机 而且你要知道 整个夜空划破 你看就咻咻咻 看来看去 真的怕死了 那观众朋友 因为以色列是这样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有仇必报 对不对 所以你既然敢攻击我以色列 我一定要反击你 所以看起来又要即将 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了以后 现在目前 好感谢 美国总统拜登 因为他现在也是揣力弹 他不可以不hold住这个局面 因为今年的年底 现在已经是四月 我们都能选一选完 今年十一月 拜登要选了 拜登赶快打电话 给以色列的纳坦雅虎中 你跟他讲说 你先hold住 为什么 因为我会全力支援你 然后你之后如果要报复 我就完全不支援你 所以让以色列有点却步 暂时 因为这个国际局势迅速万变 暂时以色列要立刻 反击伊朗的动作 目前先搁置 所以暂时希望 这个暂时不要扩大开来 第二个 为什么攻击 所谓这么多的这个 无人机跟飞弹过来以后 以色列其实基本上守得很好 就是他的铁穹系统 整个铁穹系统 你可以看到 来导播室看一次 晚上夜空 你敢打过来 你敢看 这么凶暴 都是这样 红点红点 到处蹦蹦蹦 为什么 拦截 你看到那什么东西 那是无人机 上升的是铁穹 下坠的是无人机 无人机飞过来 铁穹就把你捞下来 一个晚上就喷掉 新台币四百多亿 这个伊朗的外交官 外交部长讲说 没有我在72小时 我天天下来跳 72小时三天 他说我在三天前 就已经告知美国 还有我们从伊朗打过去 中间好几个国家 邻国都告知了 美国一听这个消息 不得了 这还得了 如果我早就迟到了 我跟以色列还是盟友 我怎么可能让他 在半夜挨打 我还没有告诉以色列 说人家要给你捞 所以美国立刻 白宫否认说 没有这个消息 我们是 不过他的讲法很万味 我们是伊朗已经攻击了 那个攻击系统 还没结束的时候 我们确实已经知道 但是我们不是提早72小时 以巴战火到现在 双方死亡人数直逼3000人 大屠杀的第七天 以色列总理 PO出这个让人不忍 足堵的画面 哈马斯在施口否认 没有急刑处决婴幼儿 但是一张一张照片 36万的乙军装甲洪流 已经等一声令下 准备随时 开进加萨 清剿哈马斯 今天另外一个 更棘手的发展是 哈马斯现在开始减少 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为什么 明显在非常有限的军武库存 准备要长期战争 中东大战居然越缴获 越多国家缴进来了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以色列在处理这个 加萨走廊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现在是进行所谓的 先就要轰炸 目前为止用派出飞机 或是用飞弹轰炸 加萨走廊之外 目前为止来说 以色列的军队已经集结在加萨附近 目前为止 除了他们的长辈军 还有后辈军 已经集结了36万 那等待这个领导人下 因为目前他们正在评估 进入加萨的地面战的 任何的状况 随时大规模的准备要随时开战 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对以色列或是对美国来说的话 引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到哈马斯之前 抓了非常多以色列或是说 还有外国人质 里面有说 这个目前美国是说 大概有20名左右的美国人质 目前为止 美国跟以色列可能要进行 所谓的人质解救的活动 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画面是什么呢 这画面是以色列的特战部队 目前为止来说 进入可能在这个以色列的囤肯区 或是进入哈萨 这个所谓加萨走廊的部分的区域 开始扫荡哈马斯 然后同时希望能够把很多的人质 救出来的一个画面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说得非常清楚 这些建筑物都不复存在 只会有一个一个的这个帐篷 所以言下之意是 大战即将展开 那哈马斯当然要准备筹备啦 那哈马斯的筹备是这样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其实 他们都曾经用非常多的火箭包 就轟炸这个以色列当地 那目前为止他们就说 我们现在要求了 把每天的火箭单的这个数量 降到月末是200到400枚 以前可能有到五六百甚至更多 那降低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未来要进行一个持久战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 在加萨走廊这一边之外 昨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消息 就是这个以色列炮轰 这个叙里亚的两个机场 一个是大马斯格的机场 一个是阿勒坡的两座机场 那为什么要炮轰这两座机场呢 被人家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两座机场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哈马斯 后面的老大哥是谁 伊朗 那伊朗可能会用这个所谓的 这两座机场 把相关的这个物资运到这个 包括说大马斯格还有阿勒坡这个地方 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要嘛是进入真主党的手上 要嘛是进入这个哈马斯的手上 尤其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人家拍到这个伊朗运送坦克 还有军备到机场附近的这个情形 那另外 为什么要炮轰这两个机场呢 因为昨天被传言说 伊朗的这个外长 这个阿布都拉西安 他可能原本要去跟叙利亚相关的外交部长 进行一个这个所谓会谈 他们可能要谈谈这个接下来的 这个战型的这个状况 但没想到 因为这两个机场都被炸毁了 没办法使用之后 就折返到回德黑兰 所以看起来的话 目前为止 整个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的这个哈马斯的 冲突还在升高了这个态势之中 好 整个事情最具最具争议的话题 就是哈马斯被指控被怀疑 他对于以色列屯肯区的这些 因幼儿处以疾刑 非常惨无人道 虽然哈马斯极口否认 但就在此刻 你看到了 以色列总理他丢出了一串的照片 让人真的是不忍足堵啊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要打了一个是国际的舆论战 那当然以色列来说的话 他要正当性 他目前为止 进到这个加萨走廊的军事行动 于是他又po了非常多照片 纳坦亚胡po了非常多的 包括说像这个儿童 这个儿童的这个躺在这个床上面 然后可能被屠杀 这个状况 甚至你可以看到 这照片里面来说 身上还有非常多的弹孔 这当然让他看得不能足堵 那就是哈马斯虐杀儿童之后 他还给你焚尸的一些照片 我觉得看了 要是人看的话 都会觉得人神共分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了 这个以色列总理的纳坦亚胡 这样就是用这样子 来当成一个正当性 然后痛批说 这个哈马斯比ISIS 就伊斯兰国还要更加糟糕 哈马斯犯下罪行的 这个地方的现场 我发现到说 过去还有这个ISIS的旗帜 这个地方 所以等于是 他们现在想把 哈马斯跟伊斯兰国 两个把它完全连结在一起 好那既然是 你是恐怖组织 而且是 整个是杀无赦的 这个恐怖组织的时候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了 这个加萨走廊 可能会出现 所谓人道危机 你们要不要放 这个让他们放松一点 那以色列的能源部部长 卡茲就说了 他说在以色列被绑架者 返回家园区 不会打开电源开关 水棒 而且也不会有加油车进入 也就是说 你要跟我讲人道 你先把我们的人 还回来的状况吧 所以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除非那些人只能够 先回到这个 这个以色列 否则 以色列是不会对加萨 有所谓的人道救援的 这个部分 那目前为止就是 这样的态势 好那我们讲 以色列跟加萨两边 这样是目前为止 以色列跟哈马斯两边 在这边互轰之外 海外的这个情形来说 当然有人支持以色列 但是也有人声援这个巴勒斯坦 包括说这是一个纽约大学的 法律系的这个毕业生 他叫沃克曼 他就写的文章就说 哎呀我觉得这个 这个事情来说的话 巴勒斯坦应该是要 这比较处于一个弱势的状况 他说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他支持巴勒斯坦 而且他认为 以色列要负起的一个权责 但没想到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这样说来好像有点 这个政治不正确 或者说 目前为止的国际氛围不是这样 然后他所属的这个Winston还有Strong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的 马上就把他的工作机会给取消掉 所以你看到其实 目前为止来说话 在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组织的 这个作战的过程里面来说话 当然战况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如何 在你的这个攻击 具有这个正当性的这个部分来说话 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 双方都在互相指责 对方的一个状况 好听到这个地方 你就会看到 有残忍展开攻击的哈马斯 就会有更勇敢保卫国家的以色列人 现在在我们视频现场是嘉章 嘉章曾经亲自到过现场去采访 尾巴冲突 在那一次你说 在你记忆当中留下最深刻的是 一个身影 这个身影是谁 面临到生存危机的时候 他们会非常团结 即使过去这一年 以色列国内的政局是不稳的 他们内部对于国内的司法改革 还有反对党对执政党有相当多的意见 可是大难当前啊 男女皆兵 每个人都会想办法贡献自己的责任 或者是依照自己的专业分工 去做该做的事情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啊 他目前面临到这种冲突危机的时候 最大的特性 我觉得我当时采访过一个救护车的驾驶 他其实不只是驾驶 他还是一个救护员 而且他的救护车呢是装有钢板 他的救护车装钢板的目的是要防止 防止这个二次的攻击 因为这个武装分子有可能会攻击 再有伤患的救护车 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这个救护员他下班以后 他回家的时候是开着他的救护车回家 我说为什么你要把救护车开回家 他说当我的救护车回到我家的社区的时候 我的社区就是一个紧急的救护站 所以以色列有很多的救护车的驾驶跟急救人员 他是下了班以后或者是不轮值的时间 就把车开到各地去 我们可能在海边看到很多救护车聚集 因为为了活动的需求 但这样的人他会认为 他即使是下班了 不工作了 他还是心心念念的 知道他的责任 要为这个国家跟社会奉献力量 这个就是他令人非常尊敬 而且印象深刻的一面 好 谢谢家章告诉我们你的 来自以色列的一个观察 但庭辉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更棘手的发展是 伊朗已经登高一呼了 然后大家担心的是这一场战况 会不会进一步升级 关键在哪里 美国啊 对 美国已经涉入到这件事情非常深了 我们知道说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谈刚刚讲的纽约大学那个学生 他为什么伸援巴勒斯坦 后来被法律事务所去解雇 就是不让他有工作机会 这样的状况其实在美国所有的华尔街 所有的相关的金融体系的相关的公司 都有这样的声明 就是说你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不管你多么高财生来讲 没有用 你只要去申援巴勒斯坦 我就不会雇佣你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其实在这一场这个人质事件当中 哈马斯也多 剥夺了25名美国人的生命 也就造成说现在美国 布林肯到了这个以色列之后 他也要协助以色列来拯救 剩下的150名左右的人质 所以今天美国讲 拜登虽然说我不会派地面部队去 但是他现在要派什么东西 派特种部队过去 特种部队就要协助去营救人质 包含什么 大家耳熟了讲的海报部队 海报六队过去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所谓的三角洲部队 都会到这个以色列来协助以色列特种部队 要进入到这个加萨走廊 来营救这个人质 那你知道现在布林肯去了之后 同时也带了一个谈判高手 就是谈判高手叫吉伦 这个吉伦干嘛呢 准备要跟这个哈马斯来之间 来进行斡旋来谈判 如果真的救不了人的话 那看看这个特种部队 要用什么方式来营救人员 这现在来讲的话 很多的这个情况 这个进度都已经在 跟以色列政府来商谈 但更重要的是说 这个海报六队 事实上大家都虽然耳熟能讲 但是你知道吗 他要经过非常极度困难的训练之后 才能够成为海报六队的成员 你知道他五天之内 他必须这个所谓的 跑320公里左右的在哪个路径 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他不能有睡眠时间 基本上只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也就是说他要斤斤斤斤斤的 等着敌人 或者是说准备要突击敌人 那这个海报六队 碰上了哈马斯的这些 过往可能在伊朗 或是在中国受训的相关成员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把人质营救出来 也就成为这一次的关键点 好你给我们看到 刚刚讲到的海报六队 当时在这个巴基斯坦 在这些地方拿下了宾拉登 那是一栋固定式的独立民宅 这个是一整片神出鬼墨 你完全不知道 这个就是更加更加棘手的一个任务了 对 更麻烦的事情是 当时在巴基斯坦的时候 这个宾拉登是躲在这个别墅里 躲在这个住宿的地方 后来这个海报六队冲进去之后 然后把他击毙之后 这个短短花了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被夺走 就绑架了这150米的人子 散布在整个加萨走廊 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可能在地底下 可能在什么地窖当中 可能在什么堡垒当中 那他的这个哈马斯的成员是分散的 所以现在变成说 你要进入到加萨走廊 进行巷战的过程当中 你不知道哪一栋 你不知道哪一栋成员 我到底要救多少人 所以现在能讲的话 就是能救多少算多少 现在已经变成 以色列跟美国的特种部队的 相关的一个共识了 今天是哈马斯发动大屠杀的第七天 我要带你们一起来关注 以巴战火 双方到今天的死亡人数 已经直逼3000人 情况越来越棘手 为什么 以色列已经预告开战时刻逼近了 下达最后通牒 要加萨北方上百万人赶快撤离 还有更麻烦的 伊朗跑出来点火 要伊斯兰国家群起对抗以色列 倒数24小时 加萨走廊会不会变成人肉绞肉鸡呢 好 军长哥还有观众朋友 现在目前伊巴战争 加萨走廊已经是乱成一团了 那以色列已经正式跟联合国通报 希望联合国也告知加萨走廊当中 他在这个河以北的110万人 通通在未来24小时之内 要往河的南边离去 为什么 因为军长哥 来我画一个简单的地图 就是以色列跟加萨 加萨在中间这一块这里 他是说在这个河的北边 在这个瓦迪河北边的这一块 100万人 24小时的时间让你往下退 退到南方之后 24小时以后就不顾生死 所以也显然 现在目前以色列将要 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还有地面部队整个要挺进去了 他告诉联合国 他也告诉在加萨走廊的这些人 但观众朋友 以色列大概有900多万的人口 70年前就有80万 现在增加到了10倍 那加萨走廊呢 巴勒斯坦这边的人是200万 可是真正哈马斯还两三万人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今天攻击 攻击到的到底是平民 还是哈马斯的 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 你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以色列现在要 血在血长一夜还演的动作 已经告知全世界 也告诉加萨走廊 但俊强哥 他已经集结了 这么多的军队情况之下的时候 现在两边互相控诉 巴勒斯坦说 等一下以色列 你是只能拿什么东西 攻击我们巴勒斯坦的 你说你要打哈马斯 可是你攻击的都是我们 难道每一个大楼 都是哈马斯在住的吗 然后你使用白铃弹 白铃弹是联合国要求 不能使用的 因为他基本上 第一个毅然 第二个会伤害人体 第二个他的那个粉尘 在空气当中 对有生命的 有机的 包含动物和人 都是相当严重的伤害 所以画面在这个推特上面 大家都看到 以色列是否使用白铃弹 这个事情 也受到国际的关注 我必须要跟观众朋友讲 你看这题我讲相对严肃 因为这是一个悲剧 那现在以色列一定要 全面的反击 要血在血长 可是以色列的这个动作 美国的政府 拜登总统他是支持的 但俊强哥 还有观众朋友 不是美国 美国人都同意 哈佛里面有很多的学生 跟社团他们也反对 包含了 在这个总进攻之前 通告联合国 然后呢 也在耶路撒冷 以色列总理也召开 国际记者会 跟大家说明 我们为什么要血在血长 因为我们的小孩都被杀了 对我们的平民都被杀了 但是总理开记者会 赫佐格总理开记者会的现场 来自于世界各地 特别是 跟以色列算是同盟的 美国跟英国的记者 他们居然是不同意 以色列这样做的 所以包含CNN的记者 跟英国的电视台的主播 都在问总理说 你这个做法 基本上是屠城 而且你会杀到平民 无差别的杀 对 你就杀到平民了嘛 因为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 再讲一次 巴勒斯坦有200万 加上找了200万的居民 里面只有3万是哈马斯 那你要110万全部往南撤 那中间有很多都是平民嘛 那撤不走怎么办 就被打死 所以呢 其实西方的媒体 也有这个不同意见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提完 要总理更生气 他们出事照片 你没有看到我们小孩 正在被人家屠杀吗 还被砍头 他出事 以色列总理出事 这个小朋友婴儿照片 我把他码起来 太残忍了 他说哈马斯 屠杀我们以色列的婴儿 你还要我容忍吗 我们一定要去对抗 跟血在血场 所以这个事情呢 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 以色列能源部长 在最后通牒 24小时的时候 他说出了这句话 绝对要撤 而且绝对大反攻 除非交换被绑的人质 不然你们得不到 恢复供应的水电燃料 你什么都拿不到 你就算留在加萨佐拉 那也是一场炼狱 但伪汉 我们现在更担心的是 这件事情的发生 事情棘手在这个地方 伊朗 伊朗跳出来 点火了 他出来号召 出来召唤 所有的伊斯兰的 这些国家 群体反对 以色列这场战局 会不会太刷一把 对 现在看起来 会比较麻烦的就是 当美国已经出动了 两艘的航空母舰打击群 去到了这个 周边的海域的时候 他其实是希望 各界都不要有 再更多的动作 包含了在泥巴嫩的 这个真主党 你不要再有动作了 但是呢 这个真主党目前没动作 俊昌克 以色列现在目前 群群激愤 他必须有所动作 你看短时间之内 也集结了30万的 后备军人 对不对 全世界各地 以色列都要回去救国家 那因为他们的 这个国民被杀 婴儿被杀 他们很气愤 所以不是只有 对加萨托拉 以色列昨天 直接攻击了 叙利亚两座机场 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讯息 刚刚出现 所以还没有办法 很精确告诉你 目前我所看到的资料 他是攻击 这两座机场的跑道 让这两座机场 不能够再有任何运辅 对 他不是说 可能没有人员伤亡 那为什么打跑道 俊昌克 为什么 就是希望这两个机场 失去作用 为什么要他失去作用呢 就是他怀疑 上一波 这个哈马斯 5000颗的火箭弹 来攻击 以色列的过程当中 那些军火 可能就是通过这两个机场 送过去的 哦 断他的后人 你后面再给我补给 我要怎么办 就先把这两个机场 给停掉了 就是叙利亚的两座机场 大马斯格 他把他炸了 跑道炸了 希望没有炸到人 也没有什么技术人受损 那另外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生气 因为以色列 他有拍到很多照片 许多以色列人 被屠杀的现场当中 居然有这个 就是伊斯兰国的 ISIS的 这个黑旗 他说 所以这个跟 回家世界是有关的 跟这个伊斯兰国是有关的 但是你要知道 当以色列 他去全面的要去攻击 要打加萨索兰 打哈马斯 而且还打到了 叙利亚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伊朗的总统也跳出来了 他说这是我们 伊斯兰跟阿拉伯国家 必须要反击的时候了 所以你看这个战事 有可能会直接扩大 那这个扩大还不止 在我讲的那个区域 已经牵扯到哪里了 观众朋友 这一次的 这个哈马斯的攻击 第一个 他所使用的武器 透过这张照片 因为他有其中很多张照片 一对比 又发现说 好像是北韩的武器 是北韩的F-7火箭炮 所以呢 你哈马斯跟谁买的 北韩 那北韩现在 他也需要有一些钱 是不是真的 我们后续再看 是不是北韩 把他的火箭炮卖过去呢 第二个 你在攻击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第一天 就可以发射了 五千枚的火箭炮 那你发射那么多的理由是什么 观众朋友 现在一看才知道 两边 你这边的铁穹系统 你的造价 跟他发射的火箭炮 的那个价差 俊阳哥 你知道差几倍吗 差几倍 差了150倍 所以 这边我们形容 他们哈马斯的发射的 这个所谓的飞行的铁管 是比较廉价造价的 非常廉价 你一枚铁穹出来 那是贵 50倍啊 150倍 150倍 因为呢 那个哈马斯都打出来飞 但现在军事团上看说 大概一枚 也就300块美金 台币大概1万而已 对 可是呢 你这个以色列的拦截 火箭弹的这个成本 每一枚大概是5万美金 也就是台币150万啊 所以差了150倍 那你为什么打那么多 算9成被拦截以后 他会消耗 以色列目前铁穹的这个库存 以及消耗你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这个 你的金钱 你的资金 因为光是为了拦截 这4000美 因为拦了很多嘛 大概就花了60亿元了 所以呢 这对以色列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 巨大的消耗 好 我想今天晚上 给我们看到的是 最新的一个警示 让我们好紧张 倒数24小时最后通牒 加萨北部百万人 你来得及撤吗 撤不了 这个地方就要攻进去了 会不会变成了 人肉脚肉鸡 在我们视讯的现场 观众朋友 我为大家邀请到 是加萨的媳妇 台湾人 冠云 冠云人在我们的线上 冠云告诉我 你的婆婆 你的公公 你先生那一边的家人 都在当地 他们开始逃难 是怎么样的步步惊心呢 我们现在正在谈话的当下呢 我在加萨的家人 也正在逃亡当中 其实他们的房子 在两天前的时候 就已经被 以色列的空袭 给整个都炸毁了 他们告诉我们 形容当时的状况是 他们接到通知说 大家要赶快撤离 但是其实炸弹 已经开始轰炸那一区了 那包含当时 以色列军队也使用了 其实在国际法上 是禁用的白鳞蛋 所以他们到处 那个社区 全部都是失火的状态 包含逃出来的人 是由我的公公 我的婆婆 我的嫂嫂 还有五个小孩子 五个小孩子 分别是十岁八岁五岁 跟两个双胞胎 弟弟妹妹都是两岁 所以他们是三个大人 带着五个小孩在逃跑 所以我的人都还活在恐惧之中 我刚提到他们的双胞胎小朋友 连续大概好几 二十几个小时 小朋友都没有哭 也没有说话 那我们现在在谈话的当下 其实在一个小时之前 我们又再次接获通知说 因为他们所在的位置 大概比较靠近北方 那以色列军队又推出消息说 北方的加萨将直接都被轰炸了 所以现在所有在北方的加萨居民 都正在想办法要离开 撤离到南部 他们是无处可逃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从一个房子逃到下一个房子去 能够活过一个小时 就是一个小时的这个状态 因为基本上 以色列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说 他们将加萨是全部重新封锁 我现在强调是重新封锁 是因为在10月7号之前 加萨并不是自由的 在10月7号之前 以色列已经在加萨 实行了超过了15年的军事封锁 但是现在他们除了被关在这个 被索尔学者称为露天监狱的 这个加萨地区 同时还被接受无差别的轰炸 那他们现在所有在逃跑的人 是尽量能够找到 今天可以存活下来的下一个地方 他们所有人都有形容过 这是有史以来最艰难 最艰困的一次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 原本大家都以为 那是最困难的战争 那时候那个战争持续了51天 造成了超过2000名的巴勒斯坦人上升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空袭轰炸 才5天而已 就已经超过1200人 而且这个数字在今天晚上 还在节节上升 超过1200人以上的巴勒斯坦 在加萨的人上升 这里面超过300多个都是小孩 有很多是婴儿 他们唯一一个还正在运作的医院的院长 已经向全世界求救说 他们的电力大概只剩下 不到4到6个小时可以供电了 所以很多还处在紧急救援状况 在医院急救的那些病人 也可能在今天他们就没有电力了 好谢谢冠云 我们也为百姓祈福 今天黑科技会多到满出来 大家准备专心看了 为什么 我刚讲枪声一响 金鸡万两 黄金刚刚我们看到了 金光闪闪 再来 无人机 飞天遁地 机器人在AI的筑权之下 下一步会毁天灭地吗 其实这一次的伊朗空袭 给全世界就一个非常警惕的状况 这个叫做新的不对称战争 整个以色列我们知道它很强吧 铁琼系统护国神盾 所以你看到没有 那个画面里面 两百多架三百多架的无人机 巡运飞弹过来了 通通被铁琼打掉 打了百分之九十九 只有三颗落在南部的一个空军机场 很厉害对不对 可是以色列出来讲了 我们花了13.6厘美元 换成新台币四百多亿 所以我们在这边话修 在看这场战争 看这场烟火秀 铁琼好棒棒的代价是 四百多亿 一个晚上就烧光了 而同一个时间 伊朗只花了四亿台币 这是百分之一 而且这里面还没算到 美国英国他们的F-35 飙风战机 还有他们的驱逐舰纸 的防空飞弹飙三 他们打燃掉了25枚 可能是高空的飞弹 那还是一笔钱 所以无人机太重要了 所以可是你其实大家都知道 无人机是一个 非常好的不对称作战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大家都想说怎么样 快速生产线 大量的无人机 英国就已经成功地用 整个3D列印 做了个无人机 但是呢 巡航速度呢 达到93公里 其实有点慢 但是可以做侦测很好用 你看八年前 英国就开始做准备这件事情 可以出去那个小布点 小小那个纸红色的 对 它是用3D列印的 我不需要在一个生产线 我直接有个3D列印 我把那个所有东西弄好 整个那个复合材料进去之后 就直接可以做了 英国就已经做了 然后做切切 这一次呢 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你看那个乌克兰的 很多无人机对不对 三角翼 我直接把这技术 拿去给你 立刻就用上 可是那个三角翼不是很大吗 他们这3D技术 已经可以到了 大概1公尺左右的 这一平方公尺以上的东西 一样给你印出来 一样给你印出来 加萨的人道通道才开通 居然发现这么可怕的画面 以色列居然去攻击加萨南方 唯一出口后撤相关的救护车 为什么 原来连这里都藏着哈马斯的轨迹 我们等一下要说给你听 而以色列防长 甚至在今天说出了 不惜用核弹攻击加萨 天哪 越走越打死劫怎么办 开出两个条件 除非救出所有的人质 或者加萨人民 自行去斩首哈马斯领袖 战争才会结束 我们就问 加萨苦难的这些百姓 还要苦多久 在这一次以巴冲突里面 其实以色列作为 首先是他是被攻击的 这个国家来讲 他现在要展开 这个报复的手段 你看美国都力挺 但问题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里面 确实也让以色列成为很多国家 他们这个很质疑的一个对象 为什么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以色列 他其实他是在空袭 这个所谓加萨的时候 居然打到了这个医院 而且打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打到的是他的这个救护车 在画面上面 你看到有非常多人 在那里这个叫 因为造成15个人上升 60个人受伤 那当然现在对于 这个以色列方面来讲 他一定要面对外界质疑 讲说通常医院 救护车这些东西 是在救治伤患 你怎么会去攻击他呢 结果以色列方面说 不是我告诉你 我们有掌握情思说 现在你看我为什么 去攻击这个救护车 这个救护车 根本就是哈马斯的人 在使用的 他不是单纯的 只是拿来做救治伤患 可是问题是 这个加萨这边的人讲说 你现在看看外面 这些死伤的 都是一般的民众 你怎么可以说 这个东西呢 是你们指引讲说 是哈马斯来运用的 所以救护车 本来是你千万 完全不能去攻击的对象 这个放出四海皆准 结果现在哈马斯的轨迹是 利用救护车当掩护 去遂行所谓的攻击 以色列的所有的物资运送 人员的移动 拿救护车当掩护 所以这个是你以色列单方面说了算 以色列就说 我用一些影片 我要告诉大家 确实哈马斯用尽了各种方式 在进行超限战 首先他就讲说 你哈马斯其实就是用医院 来作为你的作战网路 所以你表面上说他是医院 但不是 你看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说你如果是医院的话 医院里面怎么会有枪子 怎么会有那个火光从里面出来 就是你的这些哈马斯人 躲在医院里面 而且他说不只是医院 你们现在告诉我说有很多地方不能攻击 我也知道不行 可是你来看看这个 儿童乐园 儿童乐园应该是小孩子在玩的地方 最无害的地方 应该是 但问题是他说居然 哈马斯在儿童乐园游泳池 这边架射火箭发射器 好可怕 所以我如果卫星征兆或我的征收 发现到这个地方是你的阵地的时候 我要不要处理 而且他说 我们现在对于加沙这个地方 不是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地道吗 他们其实也出示了证据讲说 哈马斯很多的地道路口 你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就是藏身在民宅之中 那你告诉我这些民众在里面 他到底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还是他其实是这些哈马斯这些人 那你地道口都在他们民宅里面 你要我如何去做分辨呢 这就是哈马斯现在最诡诈的所在 我就料你乙军不敢炸 也一方面呢 他就抓着这些无辜的加沙平民百姓 当他的人肉盾牌 所以你看现在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讲 他说我现在攻击这些地方 是事出必有因 可是哈马斯他也告诉你讲说 如果你今天要这样讲 我告诉你 以色列你也不要以为说 你可以很好的来欺负我们 结果你知道哈马斯 他们现在就放出了这个影片 你看这都是几乎用第一人的 这个视角来拍摄 他们其实就走这个有机弹 只要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装甲车辆 他们就从地道里面跑出来 而且对着他们的坦克车 直接就发射他们的火箭弹 那你可以看得到 以哈马斯来讲 他说我告诉你 我最少成功摧毁十辆的 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的坦克 重点是以色列军队 他们也证实讲说 其实有数十人 因为在这种攻击事件里面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有没有 以色列的坦克车在前面 他的上面还装了防止那个无人机 从上面放下来 那个放炸弹那个棚架 但是哈马斯的恐怖本子 直接从旁边 这一道钻出来 就攻击你的履带车辆 那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摄像战之后 他的哈马斯的 还躲回到地道里面 还在那里唱歌 还在那里庆祝说 我们成功的击溃了以色列军队 好 今天一开始给大家看到 这个尾巴冲突 本来以为南方开了一个人道通道 慢慢可以把死结解开 死结越打越紧 我们给大家看到 唯一通往埃及这个通道 居然关闭了 关闭的背后藏着什么轨迹呢 其实过去我们看到 以色列担心国际 就会给你这个舆论压力 说你如果有平民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先拉策 所以他之前有开设 这个所谓的安全轴 但现在问题来了 安全走廊上面 攻击事件不断 现在加上走廊这边 他们卫生部就指出来讲说 开战以来死亡总能数 已经累积到官方统计是九千四百八十八人 重点是最少有三千九百名的儿童死亡 那现在以色列就讲说 你刚看到一开始那个画面 你以色列通通都给我那个攻击 这些这个救护车 所以哈马斯就说 因为你们都干这些事情了 那我原本有开放外国公民 要撤往埃及的这件事情 我也好担心你们这些公民 因为这样被以色列攻击到 所以我现在要暂停 让他们撤出 观众朋友 讲到这个地方 人俊刚刚描述的哈马斯立场 就是轨迹的所在 因为很危险 你们通通不要撤离 实则是我不准你们撤离 为什么 请你继续留在原位 继续留在当地 当我的人肉盾牌 好保护我哈马斯 这是其一 第二 源源不绝的车队 原本要后送要外撤的 那些位置留给谁 哈马斯要坐 他也有人受伤 他也有人要出去后送就医 所以哈马斯现在一方面跟你说 我暂停把外国这个公民撤往埃及 是为了保护他们 可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你看他们也担心说 你今天所谓的外撤的这些人 到底这些是所谓的外国公民 还是哈马斯 你们这些受伤的人也躲在里面 美国国安会的官员 他就讲说 由哈马斯所提供的巴勒斯坦平民 伤患撤离名单中 有三分之一都是榜上有名的 哈马斯武装分子 那你这些把他们撤出去 你是怎样保存战力吗 还是要去救助这些 而且你知道更夸张的是 他们其实在那个安全走廊上面的卡车 因为他们还是会有一些零检 你知道吗 就蓝检的过程当中 居然在卡车里面发现 有这个所谓的制氧机 有制氧机代表什么 制氧机一般其实就在医院上面的时候 就我如果需要氧气或干嘛的时候 我去救这个机器 结果他们发现到在卡车上面 他就说你这为什么会有制氧机 他说我是医院药用的 但是官方就发现到说 你那个机型大小 根本不是在医院里面 他们还是他们搬到地道里面去 因为地道里面空气比较浑浊 他们其实在那边要制造这些所谓的氧气 去给他的哈马斯的人所使用的 明修战道暗渡成仓 就是这个啊 哈马斯利用人道救援的绿色通道去走私 他准备跟乙军长久战 他要躲在地底 他需要这些制氧机 所以透过人道救援的通道 走私进来或者把坏的送出去修啊 而且你知道吗 事实上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以哈马斯他在攻击 或者是他们指控被攻击的这些里面 有太多都是什么你知道怀疑都是哈马斯 他们自导自言所做的 而且你看到他不管是攻击 或加上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那整条马路上面有非常多的 你看躺在地上为什么要帮大家抽色 然后做马赛克的处理 因为那其实都是遗骸啊 那结果现在就发现到说 那个地方其实根本也没有以色列军 那根本都是哈马斯他们的人 自己所占领的 那为什么这些无辜的加沙人民 会这样子气横巴素倒在路上 对啊 所以你今天哈马斯 是不是要累积这个修美部 而且你想想看哦 如果他是一个炸药攻上来的时候 通常都是一个区域里面嘛 你刚刚那个拍摄 骗骗骗骗骗 那个整条路上面全部都是遗体 所以就怀疑讲说是不是哈马斯的人 他们其实就直接沿路射杀 这一些所谓的加沙人民啊 所以这些加沙人民 刚刚追着吴国界医师的车子拍打窗户 你们不要走 要走 让我也可以跟着车离 可以吗 结果后面子弹就飞过来 多残忍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更幸运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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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为大家一无惑 Thank you